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11集 新闻事件 不具有可比性 他们是双胞胎 形似也神似 你和蓝敏敏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你们放在一起和金银茉莉同比 不恰当 夏夏就巧妙地比重就轻地回答 还真是没法类比 要说谁更漂亮 其实是金银茉莉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更强一些 但女人仅仅有漂亮 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有见识 有品味 有知性 比拼的是综合实力 还好 金银赵也是聪明女子 既然夏想不正面回答 也没多问 就开始吃饭 吃着吃着 她还是憋不住了 好吧 夏市长 您赢了 我今天请您来的真正目的是 夏想其实也不是故意拿捏 她很清楚 金银赵必然会主动提出交换条件 谁先 谁就首先落了下风 相反 另一方就掌握了主动 不管是作为市长 还是作为男人 在女人 尤其是美女面前 主动权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夏想就笑了 呵呵 小金说笑了 今天吃饭呀 就是朋友见面聊天 怎么又论起输赢了 金银赵 撅起了小嘴 我有意见要提 夏市长 您以后不许叫我小金 灌输远的 要么叫我颜赵 要么叫我小赵 行不行啊 夏想只好点头 啊 行行行 我可以出面 让原野不给天子是添乱 我不管您在市委怎么做 我也不会去找陈杰文和长浩 我只是 看在您一个人的面子上 才去置之原野 金银赵说着说着 不知为何 脸红了一下 忙记和杏仁路的动作 来掩饰 夏想明白了 金银赵 卖给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让他有机会 在关键时刻 力挽狂澜 等原野即将引发新闻事件之时 他出面摆平此事 肯定可以让长浩成情 让陈杰文感激 但代价就是 他必须 承金银赵的人情 关键是 金银赵想从他的身上 得到什么呢 银赵 我怕还不及你的人情 如果金银赵提出 不合他做人原则的交换条件 他肯定不会答应 我不求财 不求色 可能觉得 话说得太直接的一些 他吐了吐舌头 嘻嘻一笑 就是想和夏市长交一个朋友 不知道 是不是高攀得上 放长线钓大鱼 夏夏呵呵一笑 来 严照 我代表市卫市政府 对你表示感谢 金严照却不举杯 低着头 一脸生气的样子 不说话 夏夏明白了过来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我仅代表我个人 谢谢你 金严照才喜笑颜开地 和夏夏碧碰了杯 我最讨厌官腔了 假的不得了 所以 我宁肯不留在京城 不去央视 偏偏来天子式电视台 就是不想听 我爸哼哼哈哈的 夏夏还真不知道 金严照的家世 刚露出疑问的神情 金严照就自知誓言 连连摆手 不说不高兴的事情了 喝酒 喝酒 你最放休 不得不说 这句话 又吓得下响一跳 金严照有这么豪爽吗 回到住处 魏欣已经悄然入睡了 最近一段时间 魏欣算是把她照顾得 无微不至 犹如一个小妻子一样 让她体会到了家的问心 魏欣每天 也是早出晚归 究竟在忙些什么 她也没有多问 她总是有自己的主意 三月份了 天子式也要逐渐转暖了 春天 不但要接来曹淑梨 连若汉也会来天泽市 准备在草原上买下一块地皮 建造一座花海原别墅 到时 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来到之后 魏欣 又将何去何从 魏欣必将再次隐藏在幕后 远离曹淑梨和连若汉的视线 她从来不说她内心的感受 不说她的不甘和委屈 只是默默地承受 萧家是下想所有女人中 最甘于人后的一个 但她有事业 有女儿 身边也有礼亲 从分 有知心好友 古玉更不用说 她有自己的欢乐 她单纯而直爽 她的快乐来得容易 心中也藏不住忧伤 而梅小林 并非下想真正所爱 她的喜怒哀乐 她并不在意 但偶尔想到 也知道 梅小林现在 一心扑在事业之上 对她也没有了奢望 曹淑梨和连若汉更不用说了 是最爱她 并且她也深爱了两个女人 他们拥有她的爱最多 只有魏欣 只对她默默地付出 不求回报 而且似乎 除她之外 没有亲密的朋友 就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之中 最是让她难以释怀 难以割舍 魏欣之爱 如丝如履 在不知不觉 会将人层层包裹 让人想要逃离的时候 才发觉 她的爱 已经深入到了生命之中 再也不能割舍 魏欣的去留 是夏夏心中的一个坎 不过她也清楚 魏欣不会离开天泽 她永远不会舍得离开她了 后世是 今生也是 让夏强微感意外的是 她在书房坐下 就接到了 严小时的电话 夏市长 您好 严小时的声音 客气了许多 也疏远了不少 经过深思熟虑 我还是认为 天泽市的草原旅游文化街 有前景 决定 进去再去一趟天泽 您能否 代为联系下杨威呢 夏夏知道 严小时 不过是姐姐和她通话罢了 她自己完全可以直接联系杨威 之所以架她之手 其实还想探探她的口风 或者说 想重新和她建立联系 好 杨威现在就在天泽 你随时可以过来 夏夏也是一副 公事公办的口气 不知何故 忽然就想起以前 严小时和她的过往 就又心软了 语气 也就柔和了不少 小时 你最近还好吗 严小时没有说话 却传来几声 长长长的出气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 她才说 我还好 谢谢您的关心 如果去天泽市投资 希望您 能给予一定的帮助 放下电话 夏夏夏的心思 近了又远 远了又近 望向了窗外 窗外的夜色如墨 三月的天泽市 春天还不见来临 只有到四月的时候 才能春暖化开 春天的天泽市 应该会有全新的气象了 因为许凡华的学习 夏夏现在 已经全面掌控了 天泽市政府班子 所有的副市长 已经全面导向了她 陈杰文 对政府班子的影响力 降到了最低 同时 因为许凡华 也身为常委的缘故 她在常委会中 又少了一个 强有力的同盟 谁都不说 谁都清楚 许凡华是因为什么 才被搬开的 就是227车祸事件 都心里有数 表面上 陈书记没数 夏市长没赢 实际上 还是夏市长站得上风 陈书记 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经过几次较量 不少人都暗中算了一笔账 夏市长虽然有胜有负 但总体来说 在拉锯站中 还是得大于事 逐步站稳了脚跟 并且掌控了局面 虽然夏市长 并未完全掌控大局 但人们私下里说话时 总是一脸笃定地说 早晚 陈书记 要被夏市长 压在身下 说上述话的时候 仍然都是一脸幻笑 似乎这一句话 是多么的含义深刻一样 当然 也有人不屑一顾地反驳说 夏市长会压她 应该说是 一脚踢开才对啊 夏市长 才不缺暖床的女人呢 什么金眼罩 什么蓝明明 什么金银茉莉 谁会稀罕一个 更年期都过得的老女人呢 风流运势 总是容易引起话题 况且夏市长 又帅又年轻 就难免被人挂在嘴边 不过 现今领导 如果没有风流运势 被人说起来 好像就不是领导一样 一些传闻 不但没有有损夏市长形象 反而让年轻一辈的市民 对夏市长 更多的亲切之感 恐怕这也是 散发夏市长 和金银茉莉 暧昧消息的始作俑者 始料不及的事情吧 至于提出连事动应的跑马线 暂时还是风平浪静 不见夏市长 对他们采取任何手段打压 蓝天风电厂 还在紧锣密鼓的兴建之中 跑马线 在支持力度上面 也算说得过去 没有拖延 也没有吃拿卡药 毕竟是市政府重点项目 再说 也能为当地带来好处 除非脑子出了问题 才会吃拿卡药 不过也有人猜测 夏市长肯定不会放过跑马线 退一步讲 即使夏市长 大多地放过跑马线 杨市长会善罢干凶吗 手握大权的常务副市长 会被跑马线摆上了一道 而不还手吗 不太可能啊 确实是不太可能 也确实不少人都猜对了 下想暂时 没有要找跑马线麻烦的意思 因为他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也没有必要和便游水过不去 他有太多事情要忙 一到春天 会有许多项目上吗 是打破天子市将军的最关键时期 再有 京北新城 也要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 成达彩 也可能亲临天子市 考察 兼和他面谈 还有 旅游文化节 也要提上日程 哪里会有功夫 理会一个政治投机课 便游水呢 下想不理会 杨健却有期要出 他就准备 尽其到跑马线市场工作 然后找找问题 敲打敲打便游水 恰在此时 在杨健正准备下到县里的前夕 跑马线出事了 跑马线出现的意外 和势力出现的意外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两者之间表面上看 并没有什么关联 仔细一想 其实还是有内在联系 都和宣传有关 势力的问题就是 前两天 金言赵 向下想提前透露的问题 原野 要报复天则市 准备好了稿件 和大量材料 准备在全国报纸 和网络上遍地开花 务必要让天则市 丑名远扬 姑且不说 他的材料的真实性 和稿件是否发表的出来 事实上 天则市 确实有伤疤需要掩盖 临时动一事件 见不得光 二二七车火 更是不能大败于天下 否则 天则市 绝对会成为千夫所致 还会被省委呵斥 甚至还有可能 成为政治事件 书记办公室内 气氛凝重 陈杰文 下想 吴明毅 裴一丰和长浩 一共五人 都沉默不语 有什么好受的呢 事情发生了 再追究谁的责任 也于事无补了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 如何和原野达成妥协 不让他发疯才是 陈杰文目光不善地 看了下小几眼 他怀疑 是下小暗中做的手脚 不只是他 就连裴一丰也认为 是下市长 公报私仇 不惜绑架 整个天则市伟 好达到一切 他个人私分的目的 就让裴一丰 对下想 又看扁了几分 长浩上一次 对付原野的内情 并没有几人知道 他暗中 又阴了原野一道 更没有明说 因此 今天的会议一开始 就气氛不对 陈杰文话里话外 就带了几分火星 认为有人不顾全大局 胳膊肘向外拐 不当自己是天则人 都是什么事 嗯 我就不相信 原野一个人 能有多大的能量 能折腾起风浪 天则是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的 一清二楚 如果没有人 和他里应外合 我就不信 全国那么多媒体 就他一个人 敢冲天则叫板吗 陈杰文火气挺大 话是冲众人说的 目光却不时地 落在下想身上 意思很明显 他映射的 就是下想 下想自然溃然不动 不生气 不反驳 陪一峰也说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内部矛盾 最好还是内部解决呀 非要弄一个什么 新闻事件出来 倒霉的是大家呀 是整个天则市伪 我们都面上无光呀 无名义害纳闷 真是夏市长所为吗 不会吧 夏市长会这么蛮干吗 下想终于说话了 是啊 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就要有勇气站出来 原野为什么发疯 为什么非要和天则市过不去 这事 还是和前一段时间 开人大会议时 他来天则市采访有关 老长啊 你心里清楚 是不是 长浩憋了半天了 上次的事情 他自认为 处理得天衣无缝 向陈杰文汇报的时候 只简单提了一提 没有细说 当时也是 陈杰文正在住院 也不能说多了 现在事到临头了 他后悔也晚了 也没有想到 陈书记一上来 就怀疑夏市长 现在好了 纸丧骂怀 影上了半天夏市长 明是打夏市长的脸 其实是陈书记 在打他的脸 但同时 陈书记 也自己丢了人 对了 还有裴一封 怪着怪他自己 没有担待 没有第一时间 承认错误 更怪他心胸狭窄 非要没事找事 主动挑起事端 谁知道 原野光着脚的 不怕穿鞋的 还真的发疯了 陈书记 夏市长 我向两位领导 承认错误 原野闹事的 主要责任在我 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如果不是陈杰文 自以为是的 先认定下乡有问题 常耗的姿态 也不必这么低 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 将全部责任 推卸到原野 那个不良记者的身上 但现在不行了 他必须主动做出姿态 否则 让夏市长替他说出来 就相当于 夏市长 打他和陈书记的脸了 陈杰文听了 实施真相之后 脸上忽清忽白 大为恼火 老长啊 你也是老宣传了 怎么会犯 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防火防盗防记者 但不是让你去 主动招惹记者 你这是没事找事 闲得慌吧 陈一风也觉得 脸上善善的 就说 既然原野提前放出风声 显然也想和解呀 不想闹得太僵 就有老长出面和他谈谈嘛 什么事情 都可以坐下来谈嘛 啊 问题是 原野不肯谈啊 只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陈杰文急切地问 陈杰文确实很急切 因为他没有过 处理重大新闻事件的经验 主要也是他很清楚 引发之后的严重后果 他身为书记 又比下想 在天则是年头长 首当其冲地 要承担主要责任 他提出 除非您 亲自向他赔礼道歉 否则免谈 常浩本不想说出原野的条件 但现在 事情又不可收拾的迹象 只好硬着头皮说出来了 否则 真要全国到处起火 他可没有本事 四处灭火呀 小胡闹 不等陈杰文回答 陈杰文先怒了 一个小记者 也想惊动陈数据出面 他真会抬举自己啊 这事啊 我看不能妥协 上次他过来呀 宣传部 不是塞了红包了吗 这人拿红包的时候啊 亲如兄弟 一翻脸 就和婊子一样 太不要脸了 这事啊 也不全怪原因 只找别人毛病 不从自身找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夏想说话了 意味深长地 看了长好意 老查 做事情要多想想 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你说好好的 你非要整寂圆野 不就是为了发现一下私奋吗 你这不是 给侍卫添乱吗 要我说呀 你这个宣传部长呀 很不称职 应该向侍卫检讨 你的大局关哪里去了 想整着别人 没问题 但前提是自身干净才行 自身不干净 还给别人上眼药 老长啊 你这是乌鸦骂猪黑 忘了自己长什么样了 无名一差点消除声来 想想的话太洗礼了 太绝了 骂人不带脏赞 又绕着弯的 骂了陈杰文 够艺术啊 长浩脸上 就上演了一出 青红皂白的好戏 表情要多丰富 就有多丰富 偏偏又没有法反驳 脸憋得跟便秘一样 却又不得努力 挤出一丝苦笑 夏市长 我都知道错了 您骂我 我认了 但现在 是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您在京城路子广 想想办法吧 为事为分忧啊 陈杰文也被夏夏骂得心中憋屈 就说 就是啊 夏市长出面解决一下问题 老长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感激不尽有什么用啊 夏夏就很官僚的 向后一仰 打起了官枪 我也想不出办法呀 宣传口 是市委领导的 老长又事事不和我通气 夏市长 也挺会拿捏实际 无名义 就及时插了一句 有问题啊 不事先通气 除了事情 再请人帮忙 道理讲不通啊 老长 我建议啊 为了大局 你跑京城一趟 约园也见个面 说说好话 好吃好喝好招待 再多塞红包 事情啊 兴许还有转机呢 又打了个哈哈 这事怪就怪在啊 死心作祟 你说你好好的 拍什么照片 举什么报嘛 收红包的记者多了 你都举报了去 夏夏和无名义 一个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一个是 轻描淡写 加冷嘲热讽 就让陈杰文 气得干火上升 他敲了几下桌子 同志们 同志们 现在不是白脸色 高姿态的时候 除了事情啊 人人都有份 谁也跑不了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 才能渡过难关 话是这么说呀 但万一捂不住了 总有人 要承担主要责任吧 无名义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 还故意看了看长浩 长浩的汗水 就不停地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接下来言归正传 众人各收己见 但讨讨论了半天 还是没有拿出一个 切实可行的主意 就把长浩急得满头大汗 眼见开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议 连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都没有 一想到 即将面临的严重后果 不但长浩急得 口干舌燥 连陈杰文 也是愁眉不展 虚火上升 眼见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 下乡抬手看了看表 很无奈地冒出一句 唉 这事啊 本不该我出面 我不管宣传口 出面协调 明不正言不顺的 不过见陈书记 确实着急上火 老长也急得团团转 就勉为济南的想法周旋下吧 我看 能不能让原野改变主意 事先声明啊 我可不保证能成功 只能说是试一试 下乡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准 就在陈杰文和长浩 都无计可施的时候 他的话 就成了救命稻草 不但长浩喜出往外 连说感谢 只差热泪盈眶了 就连陈杰文 也是一脸欣喜 对下乡及时出手 表示了欣慰 哦 那就有劳夏市长了 这事儿 如果你能出面解决 市委都得感谢你 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 一般开内部会议时 不会总握手 现在 他却伸手和夏想握手 就辛苦你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 三回后 吴明毅来到夏想的办公室 他看出了端倪 就问 夏市长 有几成把握呀 不好说呀 只能是试一试 夏想确实是故意拿捏 陈杰文和长浩 就是要让他们 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官场上 有时 也必须耍些手腕 来些虚招 否则 你轻易一口答应下来 别人就觉得 你是举手之劳 并不将你的帮忙 放在心上 但对吴明毅 也不能实话实说 吴明毅见没有问出什么 只笑着 说了说别的事情 就转身走了 他刚一走 长浩就来了 长浩现实 再三对夏市长表示感谢 并说 一切全靠夏市长了 夏想也就客气几句 又拉又推 总之 让长浩感到既有希望 又得时刻提心吊胆 并且还得对他感激不尽 夏想原以为 长浩只是来联络一下感情 不料客套话说完 长浩话题一转 又说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 有一件事情啊 非常有必要 向夏市长汇报一下 跑马县蓝天响党委书记范明毅 应供训职了 长浩换了一副悲痛的神情 跑马县委宣传部 整理了关于范明毅先进士气的材料 准备树立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已经上报了市委宣传部 散明毅因公训职 夏想大感意外 事发突然 他也是不免惊讶 按照一般程序 宣传部接到下面宣传材料后 会先和市委秘书长 进行第一部汇总工作 然后上报给市委书记 书记批示之后 才会进入第二部的程序 基本上 市长不用过问相关的事宜 但长浩事先和他通气 第一时间 态度恭敬地向他请示汇报 也是他刚刚施展手腕 收到的良好效果 夏想很吃惊 范明毅怎么就死了呢 事情的经过 根据跑马县的说法是 范明毅一行到下面市场工作 天晚了 本来可以在乡下住上一夜 但范明毅坚持要返回乡里 因为第二天一早还要下乡 他怕来不及 半夜就上路了 走到半路上 不幸遇到雪崩 一共两辆车 共五个人 全部遇难 范明毅和乡政府主任 范明毅小坐在后座 被挖出来的时候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范明毅小今年三十岁 长得还不错 但问题是 他是政府办主任 怎么随乡党委书记 一起下乡 还死在了一起 人们就议论纷纷 范明毅小的丈夫也不干了 找到县委闹事 县委书记便有水 一句话就盖棺定论了 啊 大难来临之时啊 身为男人 就要保护女人啊 范明毅同志是个英雄啊 临危不惧 用自己的身体 紧紧护住的 范明小兰同志 他是党员干部的楷模呀 陶马县 就没人再说三道四了 同时 虚男的死者之中 还有 县公安局副局长 赖光明 至于范明毅 一个乡党委书记 又不是县委常委 下个乡 为什么 有公安局副局长随行呢 就没有人知道了 反正陶马县不解释 只说是公务 就将两人的事迹 都整理了一份详细 生动 感人的材料 上报到了 市委宣传部 陶马县出了大事故 倒让下想心中惋惜 也不好多说什么 就留下了长号的材料 准备好好看看 人死为大呀 如果符合事实 树立典型的话 他也是持支持态度 从材料上 看不出来什么 范明毅是一个 两袖清风的好干部 走遍了全乡的村庄 磨破了几十双皮鞋 因为大多是山村的缘故 还摔了几百次胶 如实等等 写得很感人 甚至 连过和悲劳太太的情节都有 就让下想无奈地一笑 编也要编得真实一点 什么事情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也太假了一点吧 而赖光明的事迹 却引起下想的好奇 因为赖光明是一名基督英雄 曾三百多次深入毒学 抓获毒贩武术 令毒贩们闻风丧胆 他的事情很真实 一看就不是变造的 下想就对他肃然起敬 刚看了几眼 电话突兀地响了 他接听之后 里面传出久违的 留意久的声音 夏市长 我在跑马线 有重大案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百一十三集 接踵而至 刘一九消失的时间可不短了 少说 也有一个多月了 他颇有点神出鬼没 说出现就出现 说不见就不见 刚刚跑马线出时 刘一九 就有重大案情 回报 他出现的 可真是时候啊 夏祥也没客气 直接就说 说吧 我听着呢 你来去如逢 真是一个孤单英雄啊 刘一九听了出来 夏市长对他 多少有点意见 就黑黑的笑了 嘿嘿嘿 领导啊 你想骂就骂 别客气 我这言啊 就这样了 烂驴不上墨了 打骂也没用啊 少废话 说正事 夏祥笑骂了一句 领导一骂 刘一九的心里 就舒坦多了 领导越客气 越坏事 越骂你 才证明 越在乎你 其实 我一直在暗中 调查季风声的自杀 不过难度很大呀 查来查去 没有太确切的证据 正好跑马县 有一个毒品案子 我就过来了 没想到挺棘手啊 一插一个都月 现在啊 总算有点眉目了 怪不得不好 抓获毒贩呢 原来有内贼呀 跑马县公安局副局长 赖光明 就是最大的毒品贩子 哐当 下想的心中 敲响了一声锣 玩笑开大了呀 跑马县刚刚上报 宣传英雄人物的材料 刘一九就指证 赖光明包庇毒贩 只要和毒品战边 罪名就大了 如果又是公安人员 知法犯法 更是罪加一等 刘一九的指证 非同小可 因为赖光明不但死了 还被跑马县尾 上报为 因公殉职 而且还要当成 典型重点宣传 如果是位宣传部通过之后 再上报到 省委宣传部 最后 全省重点宣传 结果一个英雄人物 却是最大的毒笑 就成了国际玩笑了 你有确切的证据吗 下响压低了声音 跑马县尾 已经将赖光明的材料 上报到市委宣传部 准备说了英雄形象 你的指证很严重啊 如果没有十足把握 跑马县尾 肯定会和你没完 刘一九的做法 不仅是让赖光明 死也死不安生 而且 还是朝跑马县脸上抹黑 跑马县肯定不会答应 万一来一个群众请愿 非要告刘一九一状的话 刘一九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要是赖光明是英雄 我把头割下来 让人当球体 妈的 都什么东西啊 一个混账玩意儿 还能登上英雄 边游水也是个混蛋呀 还有张和鲜 跑马县上下就没有几个好人 范明伟也是一个老色鬼呀 刘一九突然就火气上冲 小市长 我马上回市里 到时 亲自将证据交到您的手中 您一看 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还有季风声的自杀 我也摸到了门路 到时 一并向您汇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上级最不喜欢总提条件的下级 尤其是条件提的实际不对的时候 听起来 就像要挟上级领导一样 下乡也算了解刘一九的为人了 对他的直来直去 也不在意 尽管说 如果我有赖光明贩毒的证据 有犯明伟胡天胡地的证据 您能不能顶住压力 把跑马县 献一个底朝天 刘一九豁出去了 也知道自己不会说话 换了别人 肯定会委婉许多 可不会像他一样 听上去 有击架领导的意味 夏夏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依旧啊 许凡华去中央党校学习半年 他分管的工作 现在已经分探给别的副市长了 刘一九信客再直来直去 也明白夏市长的意思 拿许凡华举例 就已经表明了 夏市长绝不姑息的态度 他最近虽然没在市里 但市里的斗争 他也十分地关注 清楚得很 挂断电话 夏夏又看到一会儿赖光明的材料 心中十分纳闷 赖光明的材料十分地详实 不管是场景 还是具体实践的描述 一看就是真人真事 刘一九无端说赖光明不是英雄 是毒贩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是原野事件 一个是跑马线事件 都和宣传有关系 夏夏无奈地笑了 想不和长浩打交道 也不行了 不过也别说呀 也正是因为 他的多管闲事 才让长浩主动示好 向他请示汇报 也让他提前得知了 跑马线的意图 否则说不定 等陈杰文批示之后 再插手的话 就凭空多了不少麻烦 话又说回来 他能十分笃定地 插手原野事件 也多亏了金言赵 夏夏就给金言赵 打了一个电话 宣传 让原野再放放风 就可以收手了 别假戏真做了 你也劝劝他 以后最好收敛一点 否则别想在新闻圈子里吃饭了 夏夏想让原野闭嘴 不需要金言赵出面 他自有办法 要知道吴才阳 是中宣部的部长 他虽然不必麻烦 吴才阳亲自出面 但想个办法 让中宣部去出面扑火 想来原野再有关系 也折腾不起风浪 但既然事情 是由金言赵主动挑起 就得成金言赵的人情 遵命 市长大人 金言赵和夏夏 吃过一次饭之后 自我感觉 和夏市长之间的关系 更近一层 说话也就随意了许多 夏市长 您可不能过河拆桥啊 事成之后 就把我抛弃了 这话就说得有点暧昧了 夏夏呵呵一笑 以后有事说事 我成你的情 以市长之尊 说出成情的话 就是非常给面子了 又说笑几句 夏夏才挂了金言赵的电话 不知何故 金言赵给他的感觉 越来越事故和精明 或许 一开始答应和他吃饭 就是一个错误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也不容下想又时间多想了 事情就接踵而来了 先是严小时 来到天泽市 杨威只是合作伙伴 他又不好 只让杨健出面陪同 就得亲自作陪 还带了许子奇和彭云峰 夏夏初出行 必带彭云峰 市委就有人乱传说是 彭云峰是市长第二名 也有人说是 夏时长好大的官位 拿政府秘书长当秘书用 还有人说是 彭云峰才是夏时长真正的幸福 许子奇还是太嫩了 既然是传闻 许子奇和彭云峰自然都能听到 彭云峰还好 早就习惯了官场上不风捉眼的事情 总会到处乱传 许子奇却愤愤不平 就借机向彭云峰抱怨 秘书长 市委有些人总是嫌得无聊 说您是什么二秘书 说这话的人 没有一点政治头脑 纯粹是胡扯 彭云峰笑了 反而劝许子奇 子奇啊 跟在夏时长身边呀 你得多学习夏时长的处事之道呀 夏时长比我还年轻呢 比你也小啊 我们能跟在全省最年轻的市长身边呀 是天大的福分 少发牢骚 多做实事 要眼里有事 心里有人啊 许子奇虽然性格有点孤傲 但对彭云峰也是十分的佩服 因为彭云峰能在短短时间内 就能获得夏时长的信任 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他就虚心受教了 谢谢秘书长教会 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 跟了夏时长一段时间了 自己感觉也进步了不少呢 也是啊 任谁再自以为是 再自我感觉良好 在面对比自己还要小上三五岁 甚至十来岁的上级领导时 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夏夏和严小时 杨威在前面视察 许子奇和彭云峰落在后面 小声地说话 今天的严小时 穿了一件大红缝衣 高长靴 淡壮 三月的微风吹拂 扬起他的头发 飘飘然 如天女下凡 就让彭云峰暗暗折舍 才明白 为什么夏时长来到天子之后 表现得很正常 不像前任市长一样 一件金颜照和蓝明明 就迈不开步 原来夏时长 认识一位天仙美女 在彭云峰的眼中 和严小时一比 金颜照和蓝明明 却是逊色三分 或许和他个人审美观有关 他更喜欢江南女子的婉约 严小时的男方女子的气质和柔和 在他的眼中美若天仙 徐子奇嘿嘿一笑 嘿嘿 严总是漂亮啊 不过在我眼里 他比不上王丽霞 王丽霞是谁啊 彭云峰私下里 也经常和徐子奇开些玩笑 难不成 是你的初恋情人吗 秘书长厉害啊 一猜就中 徐子奇一脸向往 丽霞是我心目中 最完美的女人 她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完美 可惜 她嫁给了别人 彭云峰大笑 男人都一个德行啊 得不到的才最好 得到之后啊 珍珠也会变成大米啊 哎 非夜非夜 徐子奇摇头晃脑地说道 丽霞 她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嘿嘿嘿 女神呢 是用来怀念和瞻仰的 不是用来享用的 彭云峰一脸坏笑地 拍来拍徐子奇的肩膀 而男人呢 往往是实用主义者 对一个女人 只要喜欢 就想占有 如果一个男人 当一个女人是女神 她就悲哀了 男人都不太喜欢 太圣洁的女人呢 可望而不可及啊 就转身走了 徐子奇摇头自嘲地一笑 哈哈 秘书长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把丽霞 丢到市政府啊 彭云峰还没有答话 手机就响了 他接听之后 只听了几句话 就脸色一变 好 好 我马上通知夏市长 然后 只冲徐子奇一点头 就快步向前 追上了夏响 夏市长 常不常打来电话 说是 原野来到了天泽 非要和您见面不可 夏响微不可查地 皱得皱眉 彭云峰 立刻就察觉到了 夏市长的不快 芒说 我回了常部长吧 不用 告诉常部长 我过一会儿就过去 夏响心中 引诱不快 事情本该由金言赵 暗中处理妥当 怎么原野 又光明正大地来天泽了 到底他想要做什么呢 就连夏响也没有想到 原野的到来 竟然狠狠地 为天泽事 烧了一把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14集 风动 火起 下响并没有立刻回去 韦官知道 必要的矜持 还是必须保持的 关键还有 他和严小时 扬威的考察工作 还没有结束 严小时失望了不少 尽管化了淡状 但因为下响离得近的缘故 还是能看到 他脸上的疲惫 和眼神中的憔悴 也是啊 他一个人在咽省拼搏 心事又重 又没有知心朋友 再苦再累 也得一个人承受 而且 身边没有一个 可以依靠的男人 确实是 身累心累啊 也看了出来 杨薇对严小时 迷恋的不行 脸上的笑容 一直盛开 跑前跑后 十分的殷勤 严小时却还是淡淡的神情 对杨薇没有一个笑脸 只有面向下响的时候 才微微有点笑意 但也很勉强 下响心中叹息 严小时 是所有喜欢他的女人之中 心里最苦的一个 他对她的态度转变 完全是因为古玉 但现在 古玉已经出国 似乎是 横跟在两人之间的 大山没有了 实际上他也清楚 他和他之间 还是隔着千山万水 下响一行 站在一处高岗之上 远望一望无际的草原 三月份的草原 还是一片枯黄 血还未化 冷气逼人 草原风大 吹得严小时风衣的下摆 急速摆动 平白给他增加了 出尘之意 应是想想 住家也挺好的 严小时突兀地说了一句 草原确实辽阔呀 让人也心胸开阔了不少 我决定 投资五千万 要在大草原上 建造一座世外桃源 用来安放我的梦想 和爱情 最后一句话说的 荡气回城 就让夏祥也心中一动 不由暗叹一声 说道 小时啊 不要太累了自己 凡是看开就好啊 欢迎你来天资投资 以前的许多事情啊 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杨薇在一旁 看了看严小时 又看了看下想 明白了什么 眼中闪过了一抹 浓浓的失望 夏市长 严总 我到旁边抽支烟 他笑了一笑 独自跑到一边伤心去了 杨薇留恋花丛多年 自认万花丛中过 寸草不沾一了 没想到 对严小时一见钟情 而且还爱得不得了 真让他动了 娶他为妻 并且为他收心的心思 不料严小时先有所属 竟然还是他最尊重的夏市长 就让他的心里很不好受 没办法呀 谁让夏市长太优秀了 而且也不怪严小时 毕竟他认识夏市长在先呢 唉 算了 多情自古 空遗恨 还是彭云峰逝去 一路小跑过来地上风衣 夏市长 风大 小心着凉 第二密的称号不摆叫 他比徐子棋 还有眼色 徐子棋面有窥色 小声对彭云峰说道 秘书长 我得向你多学习啊 刚才我也想到了 但行动上慢了一步 还是没能做到 眼到手到呀 彭云峰拍了拍 徐子棋的肩膀 也就是夏市长 用人比较宽容啊 子棋啊 你很幸运 这一句话意味深长 徐子棋不免汗颜 夏夏接过冯仪 替严小时屁上 严小时点头质疑 又说 再走走 夏夏知道他的意思 两人就朝草原深处走去 徐子棋算是开窍了 忙告诉司机 开车跟上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便领导走累了 随时要车 他和彭云峰 杨威就跟在后面 夏夏和严小时边走边谈 说起来严小时最近的生意 还有 范瑞恒和范征 生意一切都还不错 严小时也是资产过亿的亿万富解了 但财富的增加 显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 他比夏夏刚认识他的时候 多了太多的心事和愁眉 还好 说了一会儿话 严小时可能又觉得 和夏夏之间 恢复了以前的感觉 笑问 古玉出国 是不是因为 他对你失望了 他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早就对他说过 他想走 我绝不拦他 给他想飞的自由 夏夏也笑了一笑 古玉太单纯了 他的心里藏不住忧伤 不像你 有时太累了自己 我愿意 要你管 严小时突然就娇称了一句 女人和女人不同 男人都享有鲜鲜感 要是 全世界女人都一样 男人还会喜仙眼旧吗 夏夏就伸伸手 无奈地笑了 严小时继续说道 我就是 过不去心里的坎 一个人苦了累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他一边假装对你好 还和你同住一屋 假装留下会 一边和别的女人上了床 你说 换的是你 会不会也对生活失望 而且好像 心里有什么东西打碎了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想无言以对 他和严小时 在京城宾馆的一夜 确实是波澜不惊的一夜 和古语之间发生的事情 有意外 也有命定的巧合 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 该来的总会来 不该来的 也许永远不会来 小木现在怎么样了 下想很久没有 梅小木的消息了 他回京城了 严小时轻轻摇头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我对他没有感觉 别提了 因为和梅小木没成 三书记 还冲我发了一通火 说我眼光太高 心太野 不现实 说范书记 而不喊衣服 由此可见 在严小时的心目之中 范瑞恒是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范瑞恒不但现实 而且还是太现实了 他以前对严小时 就是不冷不热 又见又即可乘 就想让严小时 和梅小木结婚 以好借机和梅家联姻 堂堂的范书记 也有看不清形势的时候 就算严小时 嫁入了梅家 梅家也未必就能接纳他 家族势力 对于联姻只是看得很淡 不会因为婚姻 而改变政治立场 况且他一直对严小时 并不热心 严小时对他 也没有多少亲情 嫁入梅家 能为他带来好处 还是坏处 还未可知 从这件事情上 夏祥也对范瑞恒 看清了一眼 严小时进来 和范瑞恒来往很少 夏祥也没有从他嘴中 得知多少范瑞恒的动向 还好 范瑞恒担任省委书记之后 一直还算温和 也和夏祥上一次 利用刘俊事件 试探他有关 让他知道 在燕省 想说一不二 很难 而且 燕省离京城太近了 只有低调务实 才能让中央放心 至于范瑞 还在走学者型的道路 也算比以前进步了不少 变得更世古 更圆滑了 但还没有结婚 不过听说 要和一位中将的女儿定亲 就让夏祥感叹 范瑞恒 还是走向了连姻的道路 对于范瑞恒和范正 他不想过多地评价 但对于燕省局势 还是隐隐有些担忧 因为 无风起浪也好 有人故意散布消息也好 有关宋朝度调离的消息 传得越来越离谱 甚至还有人说 宋省长会调往京城 降职使用 更有人说 宋省长将会调到西北偏远省份 最大的可能就是 接任吴才江 而吴才江 有望到南方谋省 担任省委书记 如果说 以上传闻 只让下想担心 并不是十分操心的话 有关曹永国 可能动上一动的消息 就让他难免操心了 因为 一如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样 小道消息说 曹永国有可能前往齐省府政 担任省长 能迈入正省及高官的序列 当然是天大的好事 但齐省省委书记是 邱仁里 早先邱仁里说过 希望能和曹永国大班子 如果传闻是真的话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暗中拉了曹永国一把的 就是邱家 人情太大了 不好还呢 夏夏宁可愿意让岳父 再晚一年迈入正部 也不愿意 成邱家的人情 邱家的用意深远 等于是 要将他 完全地绑死在 家族势力的战车之上 但他又无法反抗 而且 他和岳父通话的时候 岳父并不反对 到齐省上任 也是啊 他完全可以理解 由副省长 终于迈进省长的喜悦 有多少副省级干部 终其一生 都无法扶正 夏夏又不好劝岳父什么 就算亲如翁絮 也没有劝别人 不要升官的 不是当事人 是无法体会 升迁的迫切心情的 不过还好 现在不管是 宋朝度的动一动 还是岳父的动一动 都暂时只是 肝打雷不下雨 没有确实的消息传出 但政治上的事情 往往风云变幻 真真假假 还真让人难以分辨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烟消云散 没人再提了 也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真的下来一纸调令 传闻成真 省不及干部的调动 也许以前是天大的事情 近年来 或许是 正是越来越清明的原因 每年似乎都有机器 别说是他 就是一般百姓 也司空见惯 如果不是关他的切实利益 谁爱调动就调动去 但现在 两人都和他有密切的关系 不关注都不行啊 烟生的局势 也算是平稳过渡了 眼下正在平衡期 宋朝度不走还好 能够维持一个 微妙 平和的局面 如果宋朝度一动 不但对他本人的政治前途 会有负面影响 燕省的局势 也会再次迎来一个动荡期 高进州资历不够 中央有可能会空降省长 又将是一番政治较量 和重新站队 不是下乡想要看到的结果 但他人微言情 影响不了大局 只能袖手旁观 问题是 难不成总理 会任由别人 摆布宋朝度吗 再置之不理的话 就太让人心寒了 收回了思绪 想想见严小时 一双大眼睛 重新恢复了圣机 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看 不有效了 看什么看 我脸上 又没有大草原 你沉思时的样子 最迷人 最让人向往了 非常有男人味 严小时管耳一笑 半针半价地开了一句玩笑 下乡哑然失笑 正和严小时继续说笑的时候 远处传来徐子奇的声音 夏市长 金记者要见您 金言赵来了 下乡回身一看 见金言赵 一身精干打扮 站在远处 撒爽英姿 几如草原上的英雄儿女一样 差点让他失笑出声 他这又是哪一处呢 被徐子奇和彭云峰放行之后 金言赵几步小跑 来到下乡和严小时的面前 他显示 上下打量严小时几眼 才对下乡说道 夏市长 有件事情 要向您汇报一下 严小时认识金言赵 凡是关注下乡一举一动的有心人 都会知道 金言赵 几乎就相当于 夏市长的御用记者 当然 还有蓝明明 他并不认为 金言赵和夏想之间有什么 他了解夏想的为人 因此 对金言赵审视的目光 抱以一笑 严小时也能猜测夏想 重用金言赵的用意何在 官场上 自有潜规则 尤其是在上新闻的时候 有一条原则是 老大优先制 就是 在场的领导之中 谁的级别最大 谁就是新闻事件中的男一号 比如说 夏想和陈杰文同时出席一个会议 那么一号人物只能是陈杰文一人 整个新闻画面都会以他的形象和发言为主 夏想其实露面 也不过定格几秒钟 讲话什么的都会略过 但市长 自有市长的权力所在 有欲用记者的话 出行的时候 他就是最大领导 上新闻的话 他就是唯一的男一号了 以严小时所想 夏想也是 借重用金言赵和蓝敏敏的手段 来突出他在天子室的实干形象 不过夏想更深层的用意 严小时也不得而知 夏想就从严小时微一点头 就和金言赵来到一边 他知道金言赵急急来找他的原因 已不明说 严小时 什么事啊 原意本来当意的好好的 谁知道 他这个人不可理喻 非要来天子室 说什么也要见您一见 我拦不住他 对不起啊 夏时长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给您添麻烦了 态度还算皱正 有一脸委屈 摆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换了别人 如果在领导面前 洗下大话之后 又把工作给弄砸了 肯定会在领导眼中 大大的时分 甚至有可能 从此将你拉进黑名单 到底是原意出尔反尔 还是 本来就是他和金言赵 事先商量好的一出好戏 夏想不会先下结论 他会根据实际情况 得出自己的判断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想在天子时 折腾出风浪 没那么容易 见我可以 我一会儿就回去见他 不过 我可实现声明啊 如果他是闲着没事 来天子耀武扬威的话 可别怪我 翻脸不认人呢 我会让他在国内 一句话也说不出去 夏想脸色一寒 无不威胁地说道 金言赵被夏想一下 也变了脸色 没有 没有了 他来其实就是 向您告密来了 以后有研究 夏想履历的转家 将原意事件 引申为 夏市长到天子时 上任的第三把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15集 推手 金言赵还是嫩了点 被夏想一下 就立刻说漏了嘴 也让夏想多少猜到一点 原野事件 金言赵也有参与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又暗中帮助原野的心思 夏想也不点破 又笑了 告密 告什么密 好了 你先回去吧 我陪完课上 就和他面谈 金言赵不太适应 夏市长变幻莫测的脸色 手放在胸上 您刚才太凶了 差点吓死我了 言小时此时 来到近前 夏想脚步一绕 他就正好挡在了 金言赵的前面 夏想就被两人介绍 算是化解了刚才的尴尬 金言赵似乎 不愿意认识言小时 只简单握了握手 就告辞而去 他开了一辆黄色的甲壳虫 也不知道 平常如此 还是故意 将油门踩到轰向 一阵风一样开走了 夏想暗笑 正好视察工作也结束了 就和严小时告别 一行人回到了市委 一进市委 就见大院中多了不少的警察 夏想就回头告诉彭云峰 让老培把警察都撤了 一个记者用不着形式动众啊 到了办公室 还没坐稳 长好叫机器敲门进来 夏市长 您可是回来了 作为宣传部长 见到市长 就如见到书记一样 和身份不符啊 不过 他也顾不上许多了 原野态度傲慢得很啊 就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坐着 也是怪事了 他手中啊 还真有详实的材料 要是 真给放到网上的话 就是天大的麻烦了 临时动议和227车祸事件 已经上报到省委了 因为按照规定 都有信息上报机制 不上报不行 但上报归上报 里面学问很大 既要做到事后 不被上头追究隐瞒不报的责任 又要不被上级发现 上报信息里面 隐含的漏洞 就得需要技巧了 事情如果惊动了范书记 和宋省长的话 确实会是一件麻烦事 长浩又详细汇报了一下 陈书记的指示精神 安抚为主 尽量化解矛盾 由夏市长全面负责 想想可以理解陈杰文的做法 天则是 很少在新闻上露面 差不多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他没有应付媒体的经验 同时下想也隐隐猜到 袁爷之所以能将天则似的情况 摸得清清楚楚的 示威宣传部应该有内线 但他没有点名 有些事情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牢靠 让袁爷来我的办公室吧 下想吩咐了一句 又特意交代 我单独和他谈谈 常昊知道是让他回避的意思 正合他意 就忙不迭地出去了 一个示威宣传部长 在市长面前 如同面对示威书记一样 也是天则是一大奇观了 不一会儿 袁爷就迈着方部敲门进来了 下想打量了袁爷一眼 他35岁左右 瘦高 英比 一脸傲然 一看就是桀骜不逊的性格 果然 他进来后 只是微微点地点头 很淡地说了一句 下市长好 下想也没有起身 只一点头 袁记者请坐 然后也没客套 直接就说 你想见我有什么事要谈呢 尽管说 袁爷见下市长 比他想象中还要年轻 而且不打一点官腔 有话直说 就收敛了几分 下市长啊 我和常部长有点矛盾 事情啊 您也听说了 常部长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建议 我觉得 他诚意不够啊 金言赵说 您想居中调和一下 我就说说我的条件吧 下下一脸微笑 点了点头 事情我是听说过呀 但具体经过是怎么一回事 还不太了解呢 言外之意是 让袁爷从头说起 袁爷有点不高兴 夏市长明显不太热怒 到底有没有诚心呢 正想开口再威胁几句 夏市长又说话了 哈哈 我也不是居中调和呀 就是想听取一下双方的意见 言赵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我也是在他请求下 才答应出面的 我是市长 不管宣传口啊 袁爷被夏夏绕晕了 夏市长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 又提到金言赵 又摆出置身事外的态度 显然不将事情当一回事啊 他就有点恼火 如果不是金言赵 再三要求的话 我早就将事情 捅到媒体和网络上了 也是他说您人不错 我就想和您坐下来谈一谈 对话总是好事 对抗总归不好啊 夏祥轻描淡写的 摆了摆手 我不管宣传口 但以前呀 也没少和媒体打交道 当年也曾经组织过 写作班子和专家学者 在报纸上论战 闹得京城和阉声 飞飞扬扬的 最后侥幸胜利啊 不过现在想想 当时还是年轻气盛啊 有些事情 并不用非要摆到明面上 才能解决呢 原野脸色大变 小市长 您的意思是 不想解决问题了 夏夏又笑了 出现了问题啊 肯定都想解决 说说您的条件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深不可测 变幻多端 牢牢掌握的主动权 是原野对下想的第一印象 原野想了一想 还是当面提出他的条件 一时 由市委宣传部出面 向他原则的报社声明 以前的举报材料 是捏造的 要还他一个清白 二时 长浩向他道歉 毕竟长浩设计陷害了他 平心而论 以上两个条件 夏夏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 也不会损害 天则侍卫的形象 丢人的 只是长浩本人 但长浩肯定不会同意 他不会自打耳光 其实 夏夏关心的 不是原野的条件 而是 金言赵所说的 原野的告密 未必会真有什么告密 但肯定有别的隐情 但直到现在 原野还挺拿大 就让夏夏心中不息 不想再和他多说什么 好 你提的两个条件 都不太过分 我要和陈书记碰个头 商量一下 再给你答复 夏夏一边说 一边拿起电话 约好了 也和中宣部部长通过电话 言外之一就是 宋客的意思了 原野脸色又变了 目光闪烁几下 还是站了起来 我等您消息 原野出了下响的办公室 来到一个角落里 拨通了金言赵的电话 也不知道 聊了些什么 反正他的脸色越来越差 最后 气呼呼地摔了手机 但摔了手机之后 又冷静地搬上 还是又来到夏夏的办公室 毕恭毕敬地敲响了门 夏市长 我想过了 如果您给我一个机会的话 我无条件 撤回全部的要求 原野的态度 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身边暂时不确认 你来的话 我也不好安置 夏夏也知道了 金言赵所说的告密 其实是 原野也不知道 怎么就想来到他的身边 想被他接纳 原野一咬牙 季风生的死 我知道一点内幕 还有 跑马线尾上方的宣传材料 赖光明和范明伟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手里 有他们的黑材料 投名状 夏夏沉吟片刻 他并不想用原野 因为原野此人 太贪心 太势力 但深入一想 想要建立一个班底的话 不仅需要 徐子柒一样的 略显正直的秘书 也需要 彭云峰一样 八面玲珑的副手 也需要 如原野一样 有点投机手段的手下 毕竟以后面对的对手 可能会很强大 很隐蔽 原野的手中 有别人的黑材料 夏夏一点也不惊讶 点头说道 空口无凭啊 原野立刻明白了 我马上回京城 很快就会整理一份 亲自交给您 他心中暗喜 知道是夏市长 微微松口了 临走的时候 夏夏忽然又自言自语一样 说了一句 老常对市委宣传部的掌控力多 还真成问题 用人不当啊 关键位置 都不是知根知底的人 直到出了市委大院的门 原野还能感觉到 后背凉气直冒 他原以为 天泽市委的一帮人 都很容易 被他三寸不烂之舌 骗得晕头转向 他不是没有在下面的地势 如鱼得水 并且 让书记和市长都放尾上宾过 没想到 市委书记陈杰文水平一般 宣传部长长浩 也是半瓶子水 但市长夏祥手腕之高 看问题之准 让他心惊胆战 夏市长最后一句话 直接点中他的软肋 他确实 在市委宣传部有内线 所以才能掌握 天泽市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也是他自认 能够拿捏 天泽市委一把的关键所在 他的内线埋得很深 连长浩 一点也没有察觉 夏市长口口声声说是 他不管宣传口 却一眼看出了 事情的本质 太厉害了 夏市长是他见过的 最不动声色 也最深不可测之人 他才知道 在夏市长面前耍花招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不过转念一想 夏市长越有手腕 越深不可测 才越有前途 他如果能被夏市长接纳的话 以后的路子 才更加宽广 元爷一瞬间 下定了决心 人生几遇没几次 说不定眼下 就是他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了 元爷没提任何要求 就从天子室撤退了 陈杰文非常高兴 常浩更是对夏市长感激不尽 夏市长倒也没有鞠躬自傲 反而谦虚地说了几句客套话 开碰头会的时候 先由常浩介绍的事情经过 然后夏市长简单说了一说 让元爷知难而退的过程 最后 又由陈书记做总结发言 不管市长多大功劳 都要由书记做总结 否则就好像市长 成了一把手一样 总结发言是书记的特权 一个元爷事件 成功地让陈杰文和常浩 都欠了夏向一个人情 也让常浩在心理上 和夏向靠近了不少 更让夏向收服了元爷 同时又摸到另一条线索 可谓一举数得 然而 最深远的影响 还在后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16集 浮出水面 刘一九在市区 消失了 足有一个半月之后 终于风尘仆仆地 再次出现在市区 他一露面 就被不少人团团围住 问东问西 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裴一丰尽管看不顺眼 也没有办法 只好关紧房门 眼不见 心不烦 按照正常程序 刘一九 应该第一时间 向裴一丰汇报工作 但刘一九 却只和一群刑警 嬉笑个没完 一直说了一上午话 中午 又和一帮人出去吃饭去了 愣是理都没有理裴一丰 裴一丰 本不想生刘一九的气 觉得没有必要 和他一般见识 但刘一九 完全无视他的做法 还是让他怒火高涨 就决定 要给刘一九颜色看看 准备在出差费用上 卡卡刘一九的脖子 刘一九现在热情高涨 也知道 裴一丰肯定不高兴了 他才懒得去巴结裴一丰 他和一群刑警 吃饭喝酒 闹腾得患事 就有人提议 让他适当抬举抬举 裴一丰 好歹裴一丰 好歹裴一丰也是一把手啊 刘一九也大了舌头 裴一丰 他的外号是裴一丰 就是裴的一路顺风的意思 众人都笑 就有人又问 刘一举啊 那你的名字 又怎么解释呢 刘一九 可以说是 刘一九 也可以说是 刘一首 反正啊 我不会被裴一丰 整到啊 其实 公安局的一帮人 喝酒之后 没正行的太多了 说笑怒骂都是常识 就算骂裴一丰娘的人 也不在少数 裴一丰听到后 也不会放在心上 当官的 就得有当官的觉悟 你在台上 台下就会有人骂你 不想让人骂 就得下台 但刘一九的话 后来传到裴一丰的耳中 就把他气得暴跳如雷 他姓裴 确实最忌讳 别人谐言成裴 虽然他不是商人 但不管官场 还是商场 都想赚不想裴 从此 他对刘一九 更加恨之入骨 就动了 要把刘一九 逼走到念头 正好市局 因为田兴运被开 空出一个副局长的位置 但人选迟迟没有定下 裴一丰就有意 提拔东次区分局局长 秦泽宇 因为秦泽宇和刘一九 是死对头 两人的复合 在天则公安系统 人人皆知 但提交人选上去之后 市委一直没有下文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夏市长不同意 市长在人事问题上 虽然不如书记发言权大 但公安局势政府系统 市长的意见 书记必须考虑 但考虑归考虑 如果市长不强势 书记拍板的话 市长也没有办法 天则是情况不同 夏市长不同意 陈书记就不敢强行通过 知情人士都说 是因为陈书记 欠夏市长一个人情 打算在市局副局长的事情上 放放手 还夏市长一个人情 外界如何猜测 夏向并不会理会 他也确实正在考虑 要不要将丽妃 调来天则是 在征求丽妃意见之后 他正在着手 操作此事 与此同时 陶马县提交的 申报英雄人物 实际的宣传材料 在市委宣传部 和市委办公室 联合审核之后 决定形成文件 上报给陈杰文 在上报之前 常浩 又特意来向夏翔请示 请夏市长指示 夏翔还没有见到刘一九 原野回到京城之后 暂时也没有消息 杨健刚刚下的 跑马线市场工作 也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但综合各方面消息 就可以得出结论 跑马线 上报的材料不实 十有八九 是借树立典型之名 来掩盖什么内幕 甚至可以猜测 汴油水和范明伟之间 肯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勾当 只要典型树立起来之后 范明伟也好 赖光明也好 他们再被人查出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会被压下来 没人同意揭露 因为相当于自打嘴巴 再万一被省委宣传部 批准为典型的话 那就更没有可能犯案了 就算赖光明和范明伟 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也必须掩盖事实 至少在几年之内 不会揭露出来 国内政治范围不允许 长久以来 养成了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 知错不改 唯尊者会 除非先让领导退下 或者被政敌打击的时候 才会犯出旧案 否则 罪犯成为英雄人物 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罪犯 也都得装成不知道 因此 下想在书记办公会上讨论的时候 在陈杰文 吴明毅和常浩都表示赞成的前提下 他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听到了不好的说法时 赖光明包庇过毒贩 范明伟和明兰小之间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另外还有其他问题有待挖掘 我的意见是 现在市委不妨先拖一拖 让宣传部的同志 下去走一走 看一看 多方了解一下情况总是好的 如果传闻不实的话 可以为两位同志证明 同时 市委宣传部 也可以通过实地走访 掌握一手材料 而不是 只听取跑马线的一面之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下讲的话说得很委婉 还算给跑马线留了面子 陈杰文去不高兴了 下市长 不要带着偏见说话 一些大厅图说的传闻 上不了台面 就不要拿来说事了 吴明一想说什么 眯了眯眼睛 又咽了回去 陈天宇却说 我也听到一些风声 说是范明伟 和明兰小之间 一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出事之后 明兰小的丈夫还闹过一次 不过 被跑马线压了下去 我们宣传英雄人物 本来是好事啊 但弄巧成拙了 别人也会看市委的笑话呀 特别是宣传部 要是平常 常浩绝对会向着陈杰文说话 但上一次 下想震慑 并且收服原野的手段 确确实实 让常浩十分的敬佩 觉得相比之下 还是夏市长 起高一招 因此夏市长一说 他也就心里没底了 想了一想 琢磨了一下措辞才说 夏市长的说法 我也表示赞成 因为我也听到一些不太好的传言 开始时 也没放在心上 但夏市长 站在全局上看待问题 我觉得 确实有必要谨慎对待 现在下面瞒报虚报情况严重 经常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欺骗上级 常浩的改口是有原因的 上次差点因为原野 而闹成一起新闻事件 现在 如果因为把关不严 再惹出麻烦的话 他这个宣传部长 还真的就到头了 陈杰文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当被几个人反驳 面子上 有点挂不着 就不自然地说道 阿长啊 这件宣传部的工作很不到位 处处被动 上次是原野事件 现在要是 树立典型出了问题 以后工作态度认真一些 不要总给世卫制造麻烦 知道陈书记 是找台阶给他自己下 常浩心里 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便游水是你的人 是你按时 也要尽快落实 跑马现在树立典型的宣传工作 现在出了问题 又怪在我的身上 领导也不能一点担待都没有吧 怎么服人呢 埋怨归埋怨 但表面上 还必须给予一把手足够的尊重 常浩就诚恳地认了错 表示以后 一定做好本职工作 最后 照例由陈书记总结发言 点明了今天会议的主题 并且拔高高度 就结束了会议 吴明义有借口有事 来到夏响的办公室 夏市长 跑马线的事情 能不能抬抬手啊 吴明义和夏响 也算熟悉了 上来就表明了来意 哦 夏响反倒愣了 也没让完 老吴啊 你在里面有牵连吗 吴明义的脸色 微微有点尴尬 编油水啊 是陈书记提拔的人 但张和星 是我提名上去的 查出他们有问题 陈书记和我 脸面上都不好看呀 夏响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么说 汴油水和张和星 确实都有问题了 吴明义叹了口气 哎 下面县里的干部 有几个没有问题的 凡事不能太矫正啊 太矫正了 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就像宋生长 说了一句 吴明义又闭了嘴 身为市委主要领导 在办公室 讨论省领导 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夏响就没有接他的话 常常再说吧 有些事情 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些事情 就必须严肃处理了 老吴啊 有些话呀 我本不该说 但是看在吴家面子上 我还是提醒你一句 想往上走 就必须手脚干净一些 不干净的话 总会露出马脚 难免会有把柄被别人抓住啊 应该是下响第二次 劝告吴明义了 他也理解 吴明义扶持自己亲信 同时会适当收取好处的做法 不是谁都和他一样 背后有庞大的经济帝国的指称 但不能在岔路上走得太远 在他看来 吴明义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可以成为吴家第三阶梯的中间力量 但到底他能不能走远 就全看他自己的把握了 会议开完 下午长号 就派人微服私房 到跑马县走访去了 下下就继续 推行京北新城的项目 他准备再在京城找几家开发商 签来投资 当然 大头还在 达财集团的身上 看了一会儿文件 电话就响了 是刘一九 夏市长 晚上您有没有时间呀 我向您汇报一下 跑马县的缉毒工作 刚放下刘一九的电话 原野的电话又打来了 夏市长 我来到天子了 跑马县的资料准备好了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呀 然后 又有杨健的电话 夏市长 跑马县的问题 太大了 好家伙 一口气接到三个电话 全是事关跑马县的问题 跑马县的内幕 渐渐地浮出水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917集 波澜起伏 下想深吸一口气 跑马县的问题 估计又会引发 他和陈杰文之间的 再一次猛烈的对撞 从上一次 陈杰文力保便有水 就可以得出结论 便有水 深得他的信任 而且 跑马县是天则 是第一大县 生产总值 位居全是第一位 一二把手 向来都是书籍拍板 现在 又有了蓝天风电厂 跑马县 在全是各县的地位 更是无人可及 说一句大实话 跑马县的一把手 是谁的人 就证明 谁在市委的地位更高 陈杰文绝对会 不遗余力地 维护跑马县 就算有事 也会尽量掩盖 杨健的电话 告诉了下想一个 真实的跑马县 跑马县 不仅拥有天则式 支柱产业 天则中央 还拥有 全是最得天 独厚的便利条件 丰利资源 蓝天风电厂 这是跑马县几家 风力发电厂之一 早在蓝天风电厂之前 就有至少三家风电厂 在跑马县落户 并且已经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价值 尽管跑马县 无法从天则中药 和风电厂上 收取多少税收 但每年 光是地皮的使用费用 以及明目繁动的其他收费项目 还有 为当地解决了 大量的就业难题等等 就给跑马县GDP 拉升了几个百分点 说跑马县 是全市最富裕的县 一点也不夸张 尽管跑马县 一直顶着一顶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 国家级贫困县 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 减免税收等等 好处多多 天则是11个曲线 几乎全是国家 或省级贫困县 也是一大器官了 跑马县因为有了天则中药 和几家风电厂 渐渐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也凑进了房地产业的兴旺 为了创收 县政府就将农田圈了起来 以政府用地的名义 强行低价征收 然后又高价卖给了 蓝天风电厂 以及天则中药 又在后来 天则中药需要扩大规模 和兴建住宅楼的时候 再次如法炮制 强行征求了 几百户农民的土地 低买高卖 从中赚取的高额差价 政府不向政府 活脱脱以赴 不法奸商的嘴脸 唉 初不正是 跑马县存在着 违规流转土地 违规改变土地利用墓地 违规占地等问题 违反了农村土地流转 和利用相关政策法规 扰乱了土地管理秩序 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 杨建最后气愤难平的总结说道 等我回到市委 再将具体材料 承包给下市场过目 下想接完杨建的电话 心情有些沉重 农民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但要受到城市不公正的待遇 还要再承受县政府的压仗 实在是民生艰难啊 不料 正当他寻思着 如何应对跑马县的问题时 电话又突兀地响了 一看来电号码 是省委的电话 不由信中一惊 来到天子市之后 他很少接到省委来电 特别是宋朝渡的电话 宋舍长 你好 夏夏热情地问了好 夏夏 最近什么时候有时间 回来一趟吧 春节也没有好好拒一拒 小凡总是说起你 宋朝渡的声音 有点疲惫 今年的春节 在夏夏记忆中 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当时 正是二月中旬 天子是诸事纷乱 他先回京城 见了见吴老爷子和连若汉 然后回到燕市 和家人团聚 又和曹永国 深谈了一次 又回了一趟丹城 和父母见面 夏安已经当上了爸爸 也生了个儿子 可把老爸高兴得不行啊 京城 燕市 和丹城三地 倒是燕市停留时间最短 而且今年过年 许多人都不在燕市 省领导大部分回京城或老家 陈锋也没空回来 李丁山也只在燕市待了两天 不过 夏夏倒是见到了方格和方进江 还有兰娃 方进江的市委书记做得有声有色 不过听他的口气 再向上一步 再向上一步 恐怕很难了 要到头了 过两年 顶多到正邪和人大就退了 兰娃倒是丰满了不少 和方格还算恩爱 方格还是老样子 也不知道他在外人面前如何 反正在夏夏面前 就是嬉皮笑脸的没有正形 让方进江连连摇头 连说方格没什么进步的空间了 谈话时 又说到陈锋 夏夏就说到了 陈锋的儿子陈公 拿到全额奖学金 去剑巧大学了 方进江不免感慨 说是当年陈书记 还一门心思的 想让陈公跟着夏夏 现在看来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对于夏夏 方进江更是感慨万千 当年他手下的科技干部 现在成了堂堂的市长 已经和他平起平坐了 能不让他感叹 人生的机遇大不相同吗 他以前还指望方格 能在势头上大步前进 现在也死了心 只要方格平安幸福就好 年前夏夏就没有见到宋朝度 因为正好时间不凑巧 宋朝度和宋一帆 一起去京城了 等夏夏从丹城回来的时候 还好和宋朝度在淹室见了一面 但时间藏俗 没有深入交谈 而且也没有见到宋一帆 虽说以前宋朝度 也有过打着宋一帆的名利 和他见面的先例 但今天夏夏却听了出来 恐怕不是宋一帆想见他 而是宋朝度本人 有些话电话里不方便说 夏夏就一口答应下来 我明天回去 宋朝度没说什么 就挂了电话 直觉告诉他 宋省长遇到麻烦了 他手头事情再多 于公于私 省长有事 必须第一时间回应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前一段时间 宋省长要动一动的传闻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至少宋省长 已经感到了压力 夏夏不免隐隐担心 要是平常 他当天晚上 就可以出发去掩饰 但现在 跑马线一堆事情 摆在眼前 不处理不行啊 原也可以晚两天再见 但刘一九 已经约好了晚上见面 刘一九 或许是跑马线的突破口 跑马线 或许是其他事情的突破口 必须忠实啊 再说 你有时关农民的切实的利益 国际民生 不是小事 下午下班的时候 彭云峰就及时出现在办公室 夏祥想了一想 又叫上了许子奇 确实 也是作为真正的秘书 许子奇 反而不如彭云峰和他走得近 也说不过去啊 其实夏祥出去 应酬不多 许多痴情 他都给拒绝了 他不愿意 和当地企业过多的解除 痴情倒没有什么 主要也是 人心各异 在没有摸清 对方底细之前 还是少见面为好 但即使是 为数不多的应酬 带秘书的时候也极少 其实 也和他当年年轻 并且 不讲究派偿有关 许子奇听说 夏市长要带他一起去 十分的高兴 他以为自己和夏市长之间 总是不远不近 不能更近一层的关系苦恼 他也清楚 作为秘书 如果领导事事 不让你知道的话 不是好事啊 领导的个人私事 你知道的越多 就证明 领导对你越信任 反之 就是疏远的表现 徐子奇忙下去叫车 其实他一个电话 就可以让司机在楼下等候了 但有时 多跑跑腿 会让领导认为 你会办事 所谓跑前跑后 就是这个意思 领导坐着指挥 你也坐下打电话指挥 那你就不是秘书了 就是二领导了 领导喜欢你才怪的 下想一行几人 来到云霄阁 刘一九似乎对云霄阁 情有独钟 路上 彭云峰透露一个秘密 刘一九 大概是看上了云霄阁的老板 云霄 上次下想 在云霄阁吃饭 低调得很 根本没人知道 市长大人大驾光临 否则非乱套不可 依然是上一次的报件 不过 却意外多了一个人 一个疯姿绰约的女人 三十五岁左右 穿一身旗袍 淡而儒雅的妆 倒不是说有多漂亮 但自有一种 令人迷醉的气质 经历过世事 并且心中沉浸的女人 她浑身上下 散发的韵味 不是小女孩 可以与之相比的 刘一九笑得很暧昧 为下想几人介绍 下市长 这是云霄阁的老板云霄 她听说您要来 就非要见见您 我就自作主张 让她露面了 您不高兴啊 要打要骂 就冲我来吧 反正我皮草肉厚 不怕 下想笑了 她当然看得出来 刘一九是抬她出来 为自己长脸 君子又成人之美 她就主动伸手过去 依旧啊 就回来突然袭击 我上次就说过她 来去如风啊 是个孤单英雄 当英雄是好事 但不要当孤单英雄啊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儿女情长的英雄啊 才让人感到真实啊 刘一九知道 夏市长抬举她了 高兴地抓人 欧赛 云霄优雅地一笑 夏市长真是年轻 让人敬佩 说实话 我还真不敢相信 有这么年轻的市长 一九说咱们的市长 又年轻 又英俊 我说呀 我从电视上看过了 没想到一见真人 我就想给市台台长 提个意见 赶紧开除了 那个摄影师 众人大笑 气氛还算不错 云霄也逝去了 只说了几句话 就告辞离去 她一走 房间内就没有外人了 刘一九就开始敬酒 夏市长 我的脾气改不了了 您也别怪 反正我是不喝酒啊 头脑就不清楚 等我喝点酒啊 再向你汇报 肯定说的 比不喝酒是精彩啊 众人又笑 果然 酒过三巡之后 刘一九舌头一大 眼睛就亮了 夏市长 我在泡马县的经历啊 可以用四个词来形容 险下还生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刘一九百一十八集 内幕重重 刘一九在 跑马县 一共待了一个月零二十天 而且还是 在跑马县的深山老林之中 不提跑马县 比天则是 还要偏辈一百多公里的寒冷气候 就是单在深山之中 蹲点长达一个月之久 一般人 都承受不了啊 何况刘一九 还是市局副局长 能以身作则 亲自到第一县 确实也让下相 真心的佩服 跑马县 位于天则市最北部 西北和内蒙接壤 东北和辽省交界 形成一处三角地带 虽然不如著名的 金三角出名 但在一些毒品走私贩的眼中 也是一处天堂地带 跑马县 有大片的草原 和无人的山林 也有人非法种植因素 但面积不大 形成不了气候 不过好像有一年 差点酿成重大事件 幸亏发现得早 否则 还真有可能成为一处 毒品基地 种植不了 就有不少人 从内蒙和辽省贩毒 因为是三不管地带 而且 有非常辽阔的草原和森林 毒贩子就如一叶小舟 藏身于大海之中 很难被抓获 有几次 明明接到确切的线报 说是 由一起毒品交易 结果几次都扑了空 刘一九就怀疑 跑马县公安局有内线 就亲自带队去蹲点 一蹲就是一个多月 毅力之强 人人叹服 刘一九又的就是 不查则已 一查 就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因为跑马县的毒品走私 一直是一个根治不了的毒瘤 连续几年 被省厅点名 但年年制 年年死灰复燃 而且每次规模 都比以前要大 大有越来越猖狂的趋势 他不信邪 发誓不拔出毒牙 誓不罢休 也就是刘一九 换了别人 谁也没有胆量 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敢在冰天雪地中 蹲守一个多月 不要命了 跟着刘一九的干劲 换了一查又一查 他们都顶不住 只有刘一九 从头到尾 坚持了下来 因此 刘一九在世纪受人敬佩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是靠拼命 换来的尊敬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多月的坚守 终于让刘一九 抓获了一个 一直被通缉 却一直没有归案的 重大犯罪嫌疑人 卢胜 卢胜今年四十岁 心狠瘦了 人颂外号 卢狐狼 意思是 他跟狐狸一样狡猾 跟狼一样狠 卢胜被抓之后 死不认罪 他不配合审讯工作 因为根据他的贩毒数量 死一百次都够了 反正是一死 何必再连累别人呢 事情的转机 就发生在 赖光明意外死亡之后 赖光明一死 卢胜不知何故就慌了 主动提出交换条件 他要招供 当然刘一九 必须答应他一件事情 就是 要留一笔钱 给他的家人 不要多 只要几万元 扣儿子上学就行了 卢胜有老婆有孩子 儿子十岁 正在上小学 刘一九意识到 有重大线索 就先答应下来 卢胜就交代了一个 惊人的事实 所有的毒品走私贩子 都要交钱给赖光明 因为赖光明 才是跑马县 最大的毒头 跑马县的毒品走私猖獗 屡禁不止 和赖光明是幕后黑手 不无关系 据卢胜交代 所有毒品走私的赃款 都先由赖光明保管 然后再找他定期结算 如果不经他的手 谁也别想安全 以前就有人不听他的话 结果走私的时候 被警察发现了 没有逃跑 就被当场击毙了 上报的时候说是 不但企图逃跑 还威胁警察的生命安全 自此以后 谁想靠走私毒品赚钱 谁就必须服从赖光明的统一管理 否则 别说赚钱了 连命都会丢掉 也别说 谁加入了赖光明的管理 谁就一直平安武士 刘一九下去蹲点 跑马县的毒贩人人皆知 没有人再敢冒险 谁都以为 刘一九蹲上十天八天就会守队 没想到 一个月 也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卢胜等不及了 因为他的老婆重病在床 急需一笔医疗费用 他必须再犯一次毒 才有钱一致 他就铤而走险了 很不信 还是落网了 跑马县的公安系统 从根子里都烂掉了 刘一九趴到一排桌子 我说一句难听话 从局长到下面的队长 全部枪毙 可能会有一两个冤枉 枪毙一半 绝对会有不少漏网的 他又喝多了 脸红脖子粗 气氛难平 夏市长 我不是告状 就是救世论事呢 跑马县公安系统的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整个跑马县 都在便游水控制之下 有任何事情 都被他压了下来 谁来市里告状都没用啊 一到市里 就没有那下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啊 便游水 是陈书记的人啊 便游水在跑马县一手遮天 也是跑马县现在 毒品泛滥的根源啊 我就不信了 公安局副局长 亲自参与投毒 还是最大的毒头 便游水 会一点也不知情吗 背后一论 世卫书记总是不好 何况夏想还是市长 幸亏没有外人 否则 话传到陈杰文的耳中 又不好听了 不过 让夏想 微感惊讶的是 刘一九 似乎太义愤填膺了 不是办案的情绪啊 倒下是 出于义愤 诚然 刘一九 说的也有道理 县局出了大问题 县委书记和县长 如果说 一点也不知情的话 那是骗人 便游水 既然能在跑马线 一手遮天 下面每个人的小九九 他会不清楚吗 他不清楚的话 他就不可能 完全控制到 跑马线的局面 由此 也引发出许多悖论 不管是哪个书记 都要大权在握 但往往出了 重大事故之后 要么是 副县长免职 要么是 县长受到处分 书记往往 提也不提 好像不存在一样 为什么有了 政绩的时候 总是书记排在 第一位 但出了问题 书记又排在 最后呢 书记既然主持 全面工作 对谁的工作 都可以指手画脚 但谁的工作 出现了重大事物 他又成了 世外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官本位 老大优先制 就是官场上的规矩 不明白 也只能强行明白 反正一把手就是好 好处多多 坏处少少 才让所有人 都取之若物 非一把手不当啊 一把手的好处太明显了 好处自己拿 黑锅别人背 等什么时候发射健全了 制度规范了 一把手问责 只可以实施的话 一把手 才会时刻提高警惕 不再让权力 没有监督机制 唉 不是我乱说话呀 我敢说 跑马县公安局长 何泽林也有份 自己的副局长贩毒 他是局长 能一点也不清楚吗 鬼才相信呢 市局里面几个副局长 谁有小九九 拍一封清楚得很呢 下面县剧更小 差不多都认识 谁不知道谁呢 刘一九话越来越多 越多越深入 彭云峰觉得不是味 就忙打岔说道 一九啊 你少喝酒少说话 来 多吃点菜 来来来来 酒多了伤身啊 你又在深山老林里 蹲守一个多月 身体肯定受了不少风寒啊 不行的话 就祝愿休养一段时间吧 我休养个屁 我恨不得亲手提枪 毙了跑马县的一帮孙子 刘一九妈妈脏话 忽然又呜呜的痛苦失声 鲁生火不了了 是我亲手抓住了他 可是我不抓他又不行啊 他是跑马县头号赌贩子 鲁生呀鲁生 你说说 你好好的一个警察啊 为什么要去贩赌呢 你他妈的贩赌就贩赌了 为什么还非要在跑马县 不是逼着我去抓你吗 呵呵呵 有故事吗 想想见刘一九哭得伤心欲绝的样子 知道他 确实是难受了 也不劝他 就等他伤心劲一过 肯定会主动开口 小市长 我还有情况要汇报 就是鲁生的事情 我也查到了线索 他自杀的前天晚上 和许心一起喝过酒啊 刘一九像个孩子一样 抹干了眼泪 我也算 为您做了点事情 希望您 也能帮我一个忙 刘一九确实不会说话 话说的 好像和夏祥讨价还价一样 要知道 夏祥可是市长啊 是上级领导 可以随时变脸 摔门走人的 官场之上 最忌讳的就是 向领导邀功讲条件 彭云峰变了脸 忙解释 夏市长 一九一和多呀 就口不择掩 他其实说的是 想请您提起他 然后又责贵留一九 一九啊 怎么和夏市长说话的 你以后 必须得给了喝酒的毛病 夏向摆摆手 没关系 云峰啊 不要怪一九 他是性情中人 可以理解呀 你责怪一九 就是觉得 我没有容人之量了 这话一说 彭云峰就知道 夏市长确实没有生气 忙陪着笑 我说错话了 自罚三倍 徐子齐也说 我陪秘书长三倍 夏向也笑了 徐子齐会找台阶 给彭云峰下了 进步不小啊 小市长 我知道卢生活不了了 他罪大恶极啊 但他也是被逼的 我不求您 向法院施加压力 就希望 你能让他死得起死我呀 他说过 他就是死 也要死在我的手中 一提到卢胜 刘一九又痛哭流涕 刘一九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为一个毒贩惋惜和痛哭呢 夏向脸色一沉 一个大男人 不要哭哭啼啼了 有事说事 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如果哭能管用 中国人民集体大哭三天 就是世界第一了 就不受人欺负了 放水岛就能回来了 一句话说的 让刘一九哭笑不得 他忙说 是是是 夏市长啊 您不知道啊 卢胜是我的战友 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他原先是 县嫉妒大队大队长 理工武术啊 亲手抓获过几十名毒贩 但就是这样一位嫉妒英雄 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被逼走向了贩毒的道路啊 听完卢胜的事情之后 下向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 点赞评论 第919集 内中取值 卢胜和刘一九 曾经是亲密的战友 两人一起出生入死 亲如兄弟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卢胜为救刘一九 断了一根手指 又伸手重伤 入院三个月 才脱离危险 从此 刘一九 视卢胜为生死之教 转业后 两人一个分到市局 一个分到县局 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 立下了赫赫功劳 很快 刘一九在市局 就当上了刑警大队队长 以后 又升到了副局长 而卢胜 在缉毒大队大队长的位置上 一干就是十年 整整十年 没有前进一步 十年间 他曾几百次 深入毒穴 抓获毒贩无数 令毒贩们 闻风丧胆 称他为孤大英雄 又因为他只有九根手指 就被毒贩称为九尾狐 再有 卢胜总能和狐狸一样 有着不同寻常的嗅觉和机制 不但总能找到毒贩的藏身地点 还能在一次的较量中获胜 毒贩们对他又惊又怕 也正是因为 他严重打击了毒贩们的嚣张气焰 有人扬言要花三百万 买他的人头 并且多次对他进行暗杀 结果他每次 都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不但有只狐狸一样的机制 又有狼一样的警觉 他的外号 卢狐狼 就是被毒贩们叫起来的 因为他的功劳 他曾被评为 世时大杰出青年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省优秀员 省第九届党代表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禁毒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青年卫士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位 出色的英雄人物 本该步步高升 本该获得 应有的地位和尊敬 但却因为 他过于耿直 只知道 一心打击毒贩 不会趋于封营 结果 在大队长的位置上 一干十年 寸步未生 不但如此 他还受到各种 不公正的待遇 现实 原本担任 他的副局长的位置 最早让何林泽 抢先一步当上了 他就又等了几年 几年后 何林泽当了局长 他的手下赖光明 又遇过他 担任了副局长 而他 还是大队长 原地未动 原地未动 他也忍了 但连年奔波在外 他的身体 不但一日不如一日 天天为他 提心吊胆的老婆 先病倒了 而且还是 花钱无底洞的 白血病 协商加霜的是 老婆的单位破产 又下岗了 堂堂的汉子 没有被穷凶极恶的 毒贩寄到 没有被毒贩 几百万的诱惑迷失 却在生活的苦难面前 欲哭无泪 他多次请求领导 救救他的老婆 情愿以后 再也不提副局长的要求 只希望局里 看在他多年功劳的份上 救治他的老婆 挽救他的家庭 不管是赖光明 还是何林泽 都对他的求助 要么哼哼哈哈地打官腔 要么只知不理 没有一个人 哪怕抬起眼皮 多看他一眼 多给他一句安慰 也让他体会到 组织上的温暖 张和行 便有水 更是一副 漠然的态度 一开始 还假装安慰几句 最后都以 财政困难为由 敷衍了事 最后 卢胜找的次数多了 两人也烦了 干脆就避而不见 卢胜终于绝望了 他没有被 亡命之头的毒贩 各种手段打倒 也没有被毒贩 许下的诱惑打倒 但他 却倒在了 自己人的手里 蒸蒸铁骨 柔情汉子 最终却因为 生活的磨难 因为一帮官僚的 互相推诿 他对生活 完全失去了信心 最终铤而走险 走向知法犯法的歧途 贩毒 曾经的英雄人物 曾经令毒贩 闻风丧胆的 嫉妒英雄 最后 也成为一名毒贩 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而联想到现在 逃马县尾宣传部 还要将奈光明之流 当成英雄人物宣传 颠倒黑白 把无耻当成高尚 真是将官场的厚黑学 运用到的极致 下下自认 见多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也亲历了不少 政治上的是非 认为自己 已经足够冷静和理智 但在听说卢盛的事情之后 还是难以一直 胸中滔天的怒火 当场就睡了酒瓶 垃圾 败类 混蛋 盛怒之下的夏市长 第一次在彭云峰面前 大爆粗口 彭云峰不但没有惊讶 在而心中更加认定 夏市长 为人有正义和热血的一面 他是值得信赖 和追随的领导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夏向渊以为 汴油水不过是官了了一些 是政治投机客 因此 他在人大会议临时动应的举动 也不算什么 他也没有打算深究 但先是跑马线自己折腾事情 要上报范明伟 和赖光明的英雄事迹 然后就有营键下去 插到了有违规土地的问题 现在又有了刘一九的血泪控诉 他就知道 跑马线的屁股绝对干净不了 干净得了才怪呢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县里 要是巧合和人为栽赃 就是天下奇吻了 夏向下定了决心 如果事情属实 不把跑马线掀个底朝天 他就不是敢打四方的下想 刘一九见夏市长怒火冲天 知道终于找对人了 顿时豪气大声 夏市长 只要您还卢神一个公道 我刘一九这条命 就交给您了 以后 只要您一句话 我风里来雨里去 绝不后退一步 好在夏向 已经习惯了刘一九时的说话腔调 如此直白的表忠心 让外人听了 会觉得头皮发麻 太假了 但他相信刘一九说的完全是心里话 肯定没有半句虚言 夏向破例 和刘一九联合三杯 一九 你是人民的好警察 我来敬你三杯 市长轻易不会主动敬人 就算敬 顶多一杯 夏市长一敬就是三杯 腾云峰在一旁暗喜 刘一九才是受宠若惊 站了起来 谢谢夏市长 我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本职工作 我虽然做出一点成绩 但是 我没能救到俩卢胜啊 我有亏 刘一九一口气联合三杯 我替卢胜一家老小 谢谢夏市长的大恩大德 说着 刘一九就要下跪 夏夏忙一把拉起 直到刘一九 饱满深情的男儿一跪 是对战友之情的 最真挚的诠释 他心中 涌动着感动和激情 从老师 来到天泽市 被一滩死水的天泽市 差点泯灭了热血 现在 刘一九 又重新点燃了他心中 久违的冲动 一九 这件事情 我管定了 夏想斩钉截铁地说道 掌握好手中的证据 保护好路上的安全 是 刘一九历程 尽了一个标准的礼 反名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刘一九 继续揭穿跑马线的画皮 他和明兰小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谁不清楚呢 大晚上的视察工作 狗屁 他是和明兰小 到乡下一夜和去了 本来想住在温柔乡 有些道电话说是 晃泉乡 有驴肉燕 就决定 去吃驴肉 俗话说 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翻名为两大爱好 贪吃和好色 结果 就死在半路上 便有谁真会胡来呀 一个九肉的色鬼书记 一个独头副局长 还上报英雄宣传材料 我真想朝他的肥脸上 打他一个胆儿光子 什么东西 根据刘一九掌握的情况 可以确定 范明伟和赖光明 绝对都有问题 但并没有直接证据 指向便有水和张和星 但几乎可能肯定的是 便有水和张和星 也有摆脱不了的干系 夏夏甚至可以肯定 如果追查顺利的话 顺着线索查下去的话 绝对会引发一场 跑马线的官场地震 想了一想 想想吩咐的一句 月峰 让人连夜 从跑马线 接卢山的老婆来示例 再打电话给市医院 让他们先免费救治 天则是医疗条件不行的话 再送到京城 然后又打出一个电话 老杨啊 有一件事情 你替我出院应付一下 有一个来自京城的记者 他叫袁野 他手中有跑马线的一些内幕 我有事也会掩饰一下 杨健一听自然乐意 好 我还在跑马线 可能过两天才回去 那好 我让袁野直接到跑马线去找你 布局 就需要周密而延时 不能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 一有风吹草动 一便有水和张和星 对跑马线的掌控力度 杨健以视察的名义下去 根本就不可能触到真相 越到下面 气上满下的水平越高 但杨健 如果有远野相助的话 应该一明一暗 可以更好的 接触到许多内情 对于世卫宣传部的暗访 夏夏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以宣传部的一帮人的水平 还想到下面问出什么真相 基本上就是白给了 夏夏也没有避开众人 直接又给袁野打了电话 让他直接到跑马线 去找杨市长 出于慎重的考虑 他还是适当点了一点 机会往往只有一次 要靠自己把握 袁野 你想好了没有 袁野虽然不明白 夏市长为什么突然把他 转交给了杨市长 但也清楚 杨市长绝对是 夏市长信赖的人 他虽然有事无耻 甚至混蛋 但也知道相机行事的道理 就说 请你放心 我有不少缺点 但也有让人幸福的优点 您看我的行动吧 刘一九见夏市长指挥弱定 处处考虑周全 不由大伪佩服 到底是领导啊 站得高望得远 比他的手腕高明多了 不但有正面的市场工作 还有暗中的布局 厉害得很啊 夏夏回到家中 脑中还亢奋无比 几位即将迎来的一次动荡 而激情汹涌 又为卢生的命运而叹息 然后 他又想到了许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九百二十集 伏笔 插曲 季风生临死之前 和徐心见过一面 徐心一直守口如瓶 该怎么点徐心一点呢 徐心给夏夏的印象时 非常老成 事实都会算计得清楚 不贪心 但也不会吃亏 是一个不好项羽 并且斤斤计较的人 想从徐心身上 打开突破口 难度很大呀 当然 如果徐心开了口 就相当于 打破了陈杰文的权力圈子 陈杰文的权力圈子 非常的牢固 囊括的是为 几乎主要的重量级人物 徐心是组织部长 批布秀是纪委书记 陈一峰是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局长 市委之中 除了吴明毅和陈天宇之外 所有有发言权的人物 都团结在他的周围 书记就是书记啊 有一把手的权威 在稍微有点正着手腕 肯定会有人靠拢 而且 如果他所猜测不错的话 吴明毅在他前来天泽室之前 也和陈杰文有干系 肯定也有过多次合作 他来之后 因为他和陈杰文正见不合 同时 又因为吴家的关系 吴明毅才不得不和陈杰文 保持了距离 但即使没有吴明毅和陈天宇 陈杰文对天泽室为的掌控力度 还是不容小觑 更不用提下面的曲线 多半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人 天泽室 大半数的江山 还在陈杰文的掌控之下 假如徐心真知道一些什么内情 下想到愿意废下周折 将徐心策反 正坐在书房里喝茶 魏心睡得迷迷糊糊地醒来了 上身只穿了一件毛衫 下身光着雪白的大腿就起来了 他一把夺过下想的茶杯 称怪说道 你说你 凉茶怎么能喝呢 不会自己换 事事都让我操心 要是我哪天不在了 我死也不会死得安心了 夏夏一把把他揽在怀里 好好的 说什么死啊 不吉利 魏心忽然就哭了 我刚才梦到自己死了 怎么呼唤你 你都不应 我可难受了 魏心总是 让人欢喜 让人忧 夏夏心疼地将他揽在怀中 还说要照顾我 你才是和小孩子一样 弄不动就哭鼻子 魏心将头 埋在夏夏胸胸前 我是舍不得离开你 才总是想哭的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妈妈病了 我又要上学 又要赚钱替他治病 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我认识你之后 流过的眼泪 比以前二十年都多 都是你害的 你还好意思说 一个女人 一生积蓄的眼泪 总会为一个男人而流 不流眼泪的爱情 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夏想把魏心抱得更紧了 古代文人雅客 都是外人之一座宅员 将心爱的女人 安放在外面 称之为外事 我知道 现在都叫小三了 魏心又笑了 还是古人有意思 再不好的事情 也能说得很文雅 现在的小三啊 一听就是便宜 当外事一听 却有一股雅性的味道 我不管是外事 还是小三 反正 在你讨厌我之前 我跟定你了 不过 就是有时候 觉得对不起他 哄卫心睡下之后 夏想又想了一会儿事情 基本上 天子式的事情 已经铺开了 跑马县的问题 是县阶段最大的问题 也是他和陈杰文 又一次冲突的伏笔 至于京北新城 和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 目前还算顺利 也让夏想 多少摸到一点 陈杰文的底线 陈杰文在政府事务上 大事上 只要涉及到他的利益 肯定插手 小事上还算放手 他也清楚 陈杰文现在对扶持政策 和京北新城 不再过问的出发点 是想等他 触及到家族势力利益之后 家族势力的反弹 就会让他碰壁 他不必动手 但要涉及到人事方面 陈杰文的权威 又不容侵犯 他肯定不会 有丝毫的退让 如果市长 能影响到人事问题上的 重大决定 那他的书记 就当得太失败了 但夏想又不得不 插手人事问题啊 想要做成任何事情 都必须 由具体的人来执行 没有人手 寸步难行 而且有些事情 既然让他遇到了 他就不能袖手旁观 就如计风声 就如卢胜 或许没有计风声之死 给他带来的警醒 对于卢胜的遭遇 他顶多只是同情 而不是怒发重观 想从县里 查实一件事情 太难了 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县 天高皇地远 但现在 夏想心中充满了激愤 再难 再又困难阻力 哪怕在跑马县 挖地三尺 他也要还卢胜一个公道 也要让跑马县 恢复清明的气象 夏想越想越气 都一帮什么垃圾东西啊 生生地 将一个嫉妒英雄 逼成了毒贩 还拿真正的毒贩 当英雄宣传 跑马县 有这样的书记和县长 能发展经济 能维护稳定才怪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第二天一早 夏想乘车前往淹市 夏想是市长了 想去哪里 只需要知会政府办一生就行 司机李爱琳是个老司机了 今年45岁 开车很稳 想让他快也快不起来 夏想当上市长之后 和以前又不一样了 以前总有自己的车 方便 现在基本上都坐公车 要注意形象 但他和司机的关系一般 远没有达到一般领导 和司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或许和他的性格有关 他接纳一个人的过程 有点缓慢 也是出于谨慎的想法 李爱琳在他眼中 还算老实 话不多 就是 有点太沉闷了 刚出天泽不久 又接到宋朝度的电话 想想 你路过清晨的时候啊 接上小凡 他嚷嚷着非要见你啊 按宋顺畅的指示办 夏想来了一句官腔 宋朝度反而笑了 哈哈 闹什么呢 说话怎么有点怪里怪气的 夏想也意识到了什么 估计是 受到李爱琳的古板影响 也笑了 说习惯了 顺嘴了 还真不习惯 在您面前这样说话呢 放下电话 李爱琳忍了一会儿 还是多嘴的一句 夏市长啊 您和宋顺畅说话可真随便啊 不想上下级啊 夏想只笑了一笑 不多解释 到北大一趟 接下宋顺畅的女儿 李爱琳答应了一声 就目不转睛地转型开车了 心里却想 怪不得都传闻夏市长 和宋省长关系不一般 还真是不一般呀 从未见过哪个市长 和省长说话 跟聊天一样 对了 还要接省长的女儿 夏市长 还真是深受宋省长的信赖呀 以后又有的炫耀了 有几个世界领导的司机 见过省长前进呢 还为她开过车 李爱琳的心中 木然升腾起一股自豪感 很快到了北大 李爱琳停好车 见夏市长下车打了电话 就在一边等 心想 宋省长的千金 也不知道 长得漂亮不漂亮呢 她也见过不少领导的女儿 漂亮的也不是很多呀 她就有点怀疑 也有点期待 没想到等了一会儿 没见到女孩出现 反而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 围住了夏市长 而且看样子 对夏市长还不太恭敬 李爱琳就急了 急忙过来维护夏市长 夏想打通宋一帆的电话 宋一帆却说 让她到大教室找她 她再听一个讲座 还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夏想说 就在原地等她算了 她偏步 还说 让两个男生去接应她一下 有两个人 最让夏想没有办法 一个是顾玉 另一个 就是宋一帆 如果严格说起来 还有一个人的话 就是梅小林了 电话刚挂断 几分钟后 就过来两个男生 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有点傲然 审时打量的夏想半天 才做到自我介绍 我叫李锐 他叫翟鹏 都是宋一帆的同学 宋一帆说你是他哥哥 我怎么没听说 他有什么哥哥呀 小男生的心思 瞒不过夏想 夏想见他敌视的眼光 就知道 对方顾忌是 宋一帆的追求者之一 也懒得和小男生较真 领我去大教室 谢谢 李润问你话 你怎么不回答呀 不太礼貌啊 翟鹏像是李润的跟班 竭力维护李润 你是他的哥哥 还是别的什么人呢 看你的样子不像大款 也不像当官的 宋一帆怎么会有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哥哥呢 对了 你哪个大学毕业的呀 我的大学很普通啊 不知一提 夏想一笑置之 那你开的什么公司啊 翟鹏继续发问 一副刨根问底的样子 显然他不相信 夏想是宋一帆的哥哥 怀疑他和宋一帆有暧昧关系 夏想也是耐心极好 没开公司 就是上班一族 李润和翟鹏 对视一眼 两人都轻蔑地笑了 看你也有三十岁了 还是一事无成啊 真是不应该呀 我要到了这个年龄啊 肯定比你现在强一百倍 强一百倍 小年轻啊 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李爱玲正好感到意识气急 说话就带了火星 不是我小瞧你啊 别看你伤得背大 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有他一般的本领 你就了不起了 翟鹏不服气 讥讽地一笑 李润的爸爸 现在是副厅级 他又是北大的高材生 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啊 少说 也能到正处 哼 正处 李爱玲平常在夏想面前 非常老实 但他也是市长的司机啊 说话时 也有一股傲然 你知道眼前的人是谁吗 他是市长 郑厅级 三十岁的正庭 还是师之正庭 堂堂的仪式之掌 李锐和翟鹏 面面相聚 静待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